謝謝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媒體女士先生,早安,各位同仁,主席,請我們審次長 審次長請 審次長好,剛剛幾位同仁的發言,前兩位的發言我很贊同 因為這一次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問題上 我想我們也妥視地表達我們嚴正的立場以及強烈抗議 那這個應該很妥視的,但是我很難過的 就是說民進黨在辭聖的時候,其實那一些外交醜陋的一面才是令人遺憾 記不記得金錢外交、八鈕案、還有藍線專案、假照藍線專案 這一個才是台灣外交支持 尤其我們幾個國家都已經斷交了 那這一次一個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對內的文件把台灣稱為中國的一省 當然我們是無法接受,這個一定要表示嚴正的立場 那在這一次我們署長到這個參加世衛的時候啊 我想這樣的方法已經很妥視了 署長你以為如何 我從外交的專業來講,我覺得我們這個抗議恰到好處 因為你不可以跟人家去敲桌子,不是抗爭 又不是像民進黨可以爬桌子 我們把我們該講的話 然後用一個國際,最主要的我們是用他的語言來講 他的語言就是你如果照中華民國憲法講的話 他根本看不下去 我們照他IHR就是國際衛生條理裡面用的話 裡面的邏輯,裡面的規定 然後把附件給他,附件是什麼呢? 附件我們跟他當年的幻寒 那個幻寒不是剛才林委員講的 那個幻寒是2009馬政府執政以後幻寒 是一個對等尊嚴的參加 我們跟他講的很清楚 那個幻寒就我們互相同意的東西 超越一切其他 你內部寫100遍都沒有用 我們根據那個幻寒大家來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抗議是很恰當 而且也蠻有效的 因為這個什麼到現在很多別的國家跟我們講 覺得我們講的對 尤其我們challenge就是我們挑戰WHO 不透明,內部裡又搞個東西 然後不一致,表裡不如一 這兩個原則大概大部分國家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抗議是做的相當的恰到好處 而不是跟人家去吵架 很多抗議東西我剛才也報告 人家也有跟我們抗議 抗議的後面最後還向你重申什麼最高敬意 當年馬爾塔騎士船跟我們抗議 因為我們常常用他做例子說 你是什麼主權國家 你都可以參加WHO 為什麼我不能參加 馬爾塔騎士船跟我們抗議 所以國際就是您剛才講的 國際的規範很重要 你要知道怎麼抗議 抗議而且要有效 如果抗議你顯得很罵人 人家看都不看 那你的抗議有什麼用呢 我們現在就繼續要做抗議以後 如果只會抗議也是不夠的 抗議是個最基本立場的這個表達 然後我們後面我們要尋求改善 這就是外交部不斷在做的 報告完畢 我覺得這一次已經非常妥事了 這又不是在國內 連執政黨都可以自己 去示威遊行抗議 我不曉得要抗議誰啊 這個天大的笑話 這個可以在 下民進黨在這巴掌主席台嗎 丟鞋子嗎 鎖門嗎 對不對 應該要一龜來辦理嘛 這世界上應有的規範嘛 而且是外交正當的一個手法 連這種基本常識都沒有 就只會內斗 你看看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好的 包括我們這個 每公斤增加三塊錢的收購稻米 或者我們的國光石外 前後的縮使 各位可以看一下 台灣真的是內斗內好 我很擔心啊 台灣這樣下去啊 到底還有沒有未來啊 還有我們外交上 114個國家給我們免簽證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才有3個啊 對 謝謝您 他都沒有講過啊 還撕了幾個 從28個 他還撕掉 原來54 54變53 馬總統上任的時候 53現在變114 而且我們還有可能繼續增加 這種他又不講 對 所以你剛剛執政的時候啊 還調了幾個邦交國啊 我們現在多好啊 那個時候進三丟九 進了三個比較小的國家 丟了九個大國家 進三丟九 連美國都說台灣是麻煩的製造者 我報告委員 今天為什麼我們得到 這麼多的這個支持 也就是說今天 大家覺得我們走對的路 兩岸關係也好 對外關係也好 所以我們得到很多的支持 你看美國跟歐盟的支持 美國現在有一封信 參議院三十七個參議員 連署 要重申台灣關係法 要要賣武器 主張賣武器 繼續軍售給台灣 眾院簽署到七十個人 還在繼續連署之中 歐洲議會剛剛通過決議案 而且是很高層次的決議案 裡面說支持我們 不但參加ICAL 國際民航組織 UAFCCC 這個氣候變遷 還繼續講 說支持我們參加WHO 就是他們知道問題 沒有完全解決 那那個時候 我們第一次參加WHO 2009年 歐盟國家 不只是27個國家 共同發聲明支持我們 他還有些候選國 一起來一共39個國家 39個包括誰呢 包括當年 在聯合國動議裡面 把我們排出去的阿爾巴尼亞 這就是馬政府執政以後 政策的正確 製造了這些氣氛的 造成國際的支持 那以前的跟完全不一樣 阿爾巴尼亞 現在都支持我們 參加聯合國專門組織 當年把我們動議 把我們排出去 所以這些成就 我覺得在野黨也應該看到 即使我們今天有些缺失 像剛才講的日本的那個 什麼結婚證書的事件 那是一個單一事件 那跟114個國家 免簽證怎麼比呢 但是我們還是很重視 我們回去馬上查 馬上交涉 其實阿 這一次阿 我覺得已經非常透視 而且已經爭回應有的 我們的權力了 那麼這尤其阿 這個陳榮富珍阿 他事實上是以前香港前衛生局的局長 其實他抱著這個中國大陸的大腿阿 綁著他的LOP阿 他是有政治目的的 所以這種對內的這種做法齁 不足其 也不代表這一個 這個世衛正式的一個一個 一個 這個公文 所以咧 這種我們這種方式 已經非常妥適了 但是我很遺憾阿 我們國內目前阿 這種政治對立的狀況阿 我很擔心 未來台灣到底 要何罪何從阿 不管怎麼做 阿 反正 這麼多好的東西 就不講 連一句話都不鼓勵 過去的情況 我們都很清楚 現在已經進步這麼好了 連博瑞光都稱讚台灣 台美關係 這種狀況我覺得很遺憾阿 我們現在為什麼 我們的國家到 將來是不是會造成衝突阿 這個這個主群對立阿 我很擔心阿 坦白講阿 我完全同意您的話 剛才有委員對我人身攻擊 這都沒有關係 我一個人沒有關係 但是就您剛才講的 我們政府做的好的地方 大家要肯定 大家要了解 不是造成一種無謂的 衝突或者爭議 尤其最令人難接受的阿 總統出行阿 還是每天阿 一大報阿 每天你醜聞阿 一直醜化著 阿這個這個我們的政府 所以我覺得很難過 對外要一致嘛 對外一致 對我們都說一個話 對內怎麼都沒關係 對外要一致嘛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 對 無條來打無後啦 自己都自己而已啦 所以內鬥內行 所以我們很遺憾阿 今天我們的 阿這個這個台灣 真的這個社會生病了 所以我想 我支持外交部 謝謝謝謝 支持衛生署